空中幻象2000 疑似机械故障在台东外海失势 幸好飞行员跳伞获救 而且质疑我国的幻象太老旧 零件又不够才会出大包 政府每年花大笔预算均够 但战绩却频频出状况 如今幻象发生事故 不少人质疑到底要不要态患 到时候是强化他的性能 或者要怎么样更换 在讨论当中 国防部说要研议 不过这回幻象出世 也被人曝光恐怖巧合 因为这架编号2017换枪战机 和去年失事的F-51战机 都刚好出现在去年空军形象阅历中 让不少人直呼有够毛 但国军事故频传 未来若争达仗 战力哪里来 内政部长徐国勇跳出来 大喊赞成延长兵役 网友狂轰话都 你们在呛死的都别人 有种就这个会期延长疫期 干脆叫你们零九万跟替代疫 也回去当兵啊 吃姑婆玉可以不用上战场吗 过去对于兵役一直最有意见的 其实就是民进党 我想现在民进党政治人物 可以这样讲大话 现在两岸风雨紧张 那当然这个疫期四个月就不够 那就是民进党就要负起责任 两岸之间紧张是谁造成的 你民进党都没有责任 通通是共产党吗 执政者狂喊要战力 但嘴上喊得大声 就怕若真发生战争 倒霉的还是台湾无辜百姓 记得张正本离璇 SNG小组台北报道 放久了好像你就不知道 担心它的效果会递减 那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呢 就不用担心 它只要把这个倒进去三分钟 三分钟就可以生成 四公升的水神 四公升很够用了啦真的 那这一组呢 大家扫这个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 已经开始上架了